巨龍船務終止來往港澳的客運服務決定清盤 有透過團購方式買了幾十張船票的搭客 來到中環上登碼頭才知道事件 買了幾十張 現在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剛剛來到才知道 當然有點意外驚喜 我們都會的,追得到就追 未來還會否光顧這些便宜的船公司 也要看的,看情形的 不可以一概而論 海事處聯絡兩間有經營港澳客輪服務的公司 在有需要的時候,立刻提供額外的載客量 當局估計,兩間船公司應該可以耐納受影響的搭客 影響不大 據龍船部發出的新聞稿說 澳門當局下調載客上限超過三成 令到公司未能繼續營運 澳門港務局說 是以保障乘客和海事安全網原則 合遂到碼頭的承接能力和船公司的航行安全紀錄 限制載客的人數 據龍船部清盤人說 透過團購賣出的船票有15萬張 團購公司會安排客戶退款 至於在售票署買了和已經兌換的船票就有幾千張 數目沒有那麼大 他們也是一個債權人 巨龍船部有限公司 他們可以向我們報告他們的索償是多少 要視乎將來公司的資產有多少 我們才可以說到怎樣去分錢給他們 受影響的顧客可以致電這三條熱線查詢 另外清盤人說 巨龍船部有150個員工 今個月上半個月欠薪涉及150萬 他們會優先處理員工的索償 再處理債權人的索償 並且會在28日之內召開債權人會議 另外有估計 巨龍船部欠債超過一千萬 會調查巨龍有沒有牽涉欺詐 如果警方介入會提供協助 香港歡騰電視記者何榮生 但跟我去限制很久 我們去限制的索償